引领5G时代的大决战。 华为硬碰高通 华为首先成为5G时代引领者,正式选战高通。 近期,关于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标准的定制的投票中,华为以一票之差输给高通,此次事件标志著5G时代的争夺战也拉开了序幕。 国内外通讯都在全力布局,尤其是华为和高通大战已经打响,华为发不了首款5G商用晶片805G01,此外高通也联合国内厂商开启5G领航计划。 我们来看一下高通和华为5G晶片的能力。 其中骁龙X50 5G数据机最初将支持在28级赫兹频段毫米波、MMWave频谱的运行。 它将采用支持自适应波数成型和波数追踪技术的多输入多输出,MIMO,天线技术,在非视距,NLOS,环境中实现稳定,持续的移动宽频通信。 去年10月,基于骁龙X50 5G数据机晶片组在28级赫兹毫米波频段上,实现首个正式发布的5G数据连接。 而刚刚发布的华为Ballon 5G01晶片性能同样不俗,支持目前主流的5G频段,包括低频、Sub6G克兹,以及高频毫米波,理论上可实现2.3Gbps的数据峰值下载速率。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5G晶片并支持NSA、非独立组网,和SA、独立组网,两种组网方式。 值得一提的是,华为在5G实验网中实测的5G网络峰值速率已经达到了20.25Gbps,时延低至0.33毫秒,每平方公里可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217万个,完全满足ITU标准要求。 翻看各家的5G布局,可谓各有千秋。 但毫无疑问,无论是高通还是华为都想成为5G的主导者,在高达12万亿美元的广阔市场中分一杯羹。 与此同时,5G也将更多垂直领域产业聚集起来,从人工智慧、AR、VR到无人驾驶,智能终端界限的模糊也让分布在不同领域的厂商聚在一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